戒糖,改变一生的科学饮食法 吐下之汗 第十章 戒糖的另一种方式,清断食 什么是清断食? 它真的科学吗? 说到戒糖,很多人的初衷或许就是单纯的减肥或者保持更好的身材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戒糖和限制快消化碳水化合物是回归一种更自然、更平衡的饮食模式 无论是需要减制健康体重的人 还是单纯想预防代谢病的人 亦或是已经产生胰岛素抵抗和患糖尿病的人 远离游离糖 保持长期稳定且处于正常低位的血糖水平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 而说起稳定血糖与体重和代谢病的关系 我就不得不把另一个与戒糖息息相关的饮食模式拿来做分析 即非常著名的清断食 清断食这个词 风力全球是从迈克尔莫斯利博士开始的 他的两部著作《清断食》和《清断食》 借糖篇提供了新饮而食用的饮食指导 迈克尔是医学博士 他的著作自然有严谨而科学的医学知识作为理论基础 其实早在他的著作推广与科普清断食这个概念之前 科学界就证实 有意识地限制饮食热量对很多动物有延长寿命的作用 而且中国古代智慧也早就有关于饮食的哲学 如饮食有节、饭吃七分饱等 越来越多流行病学实验也在提示我们 限制热量对人类或有降低各类代谢病风险的作用 所以目前是营养学界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 那么清断食跟借糖有什么关系吗? 清断食对应的词是传统的断食 传统的断食通常与宗教仪式比如壁谷、摘月等紧密相关 缺乏足够多健康证据的支持 而且一般人并不容易将其内入相对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很少被大众接受 清断食则不一样 根据个人总结 其实有四种从严格到日常的清断食模式 那么少食多餐岂不是错的吗? 这个问题看似日常 但是涉及很多因素 通常来说 我们感受到饿或饱不仅与肠胃排空的速度有关 也与血糖和很多激素的水平有关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吃一顿像模像样 基本均衡而且饱腹感足够的混合餐之后 会需要4-6小时排空位 所以我们很少在这样一顿正餐后的4小时之内又开始进食 也很少能撑过6小时而不感觉饿 这样一来 绝大多数人养成了吃三餐的习惯 但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的差异 胃容量大小和排空速度自然也有非常大的区别 有的人每餐无法进食太多 但是可能隔了不到两个小时又需要加餐 有的人加餐并非因为真的饿了 而是馋了 无聊了 甚至只是一种习惯 对于大部分胃口正常的人来说 一日三餐的安排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而清断食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减少加餐或者拉开两餐的时间 给身体制造一段能量浩劫的真空期 并不是说一日一餐或者两餐一定比一日三餐更好 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生活节奏来安排 适合自己的饮食 不要将任何让自己不舒服的饮食法奉为闺面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听说内分泌科医生建议糖尿病病人要少食多餐 以此达到任何一顿饭对血糖的影响都不太大的目的 这个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问题既涉及个人饮食喜好 也涉及胃容量的天生差异 还涉及食物获取的方便程度 更关系到部分有糖尿病和胃不舒服等特殊情况的人 这里我不展开说少食多餐和进食哪个对身体更加有利 因为个体差异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但是我会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规律的进食和戒糖都对我们的身体代谢颇有益处 清断食合肌一顿饱一顿完全不是一回事 清断食是在均衡而且规律 同时保证营养的基础上拉长两顿饭间隔的一个主动可控的过程 而且可以在身体出现异样时 随时通过补救的办法停止 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无法按时规律进食而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 但是这种饥肠碌碌时被迫无法吃东西 停止工作时拼命吃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清断食 因为它突破了健康的底线 所以我们要充分理解 进食区间是在上一顿吃的均衡而且足够饱腹 不是吃得多 对情况下 刻意给自己的身体留一大段排空与贫富代谢的时间 而不仅仅是让身体挨饿 让身体感受到一段模拟的能量浩劫时期 这正与我们提倡的借由黎糖和限制快消化碳水化合物 有一曲同工之妙 在这个进食阶段发生的事情是 血液中的葡萄糖被各种细胞逐渐消耗掉 血糖告急之后身体开始动用一高血糖素 向肝脏调取储备的肝糖源 肝糖源被迅速拆成一个个葡萄糖 释放出来补充血糖 这个时候饥饿感会升起 如果这个时候熬过去 饥饿感会自然下降 然后给身体一个信号 你该扛饿了 接收这个命令后 聪明的大脑会启动清洁能模式 开始省吃减用的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 并且调动身体储备能量大部队 脂肪 进入著名的糖一升过程 扩充血糖军队 这个过程慢且稳 所以血糖水平既不会因为糖一升而过度升高 也不至于因为短期没有进食而过低 这种血糖处于理想水平 却不至于极端的情况 恰恰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状态 在这种清洁能模式下 身体并没有遭遇真正的极端困难 比如数月能量不足 因此不至于走到动用身体里宝贵的蛋白质这一步 肌肉的流失 但是开始动用糖源 脂肪后 身体就启动了一种减少不必要的氧化呼吸能耗的保守模式 同时大量消耗身体里游离的脂肪酸进行功能 其结果就是我们的体质可能会逐渐减少 血糖的刺激少了 所以胰岛素抵抗开始慢慢改善 细胞更善于把血液中的葡萄糖燃烧掉 总能量的供应减少 使得细胞处理和氧化这么多能量的负类减少 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对身体的损耗更少 在清断食的各种对照试验中 研究者发现试验者在进行一段时间的清断食后 伴随着体重降低 代谢指标也会改善很多 比如血糖降低 糖化血红蛋白降低 血清的总胆固醇降低 腰围也减少了 因此麦克尔博士发觉 这可能是一种有效干预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饮食法 所以他也亲自实践了书中的5加2清断食法 他在断食日采用的也是多食少餐的方法 但是总热量依然遵守规则 这不仅仅相当于每周吃的总热量少一些 更重要的是 在两天内特意地经历一段时间的空腹状态 恰恰是那些代谢已经存在异常 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异常 得人非常需要的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身体会达到与近10块消化碳水化合物相反的状态 即一种耗尽糖原病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状态 移高血糖素开始主导 以适应轻度的饥饿 高效利用仅存的碳水化合物降低血糖 同时动员储备的脂肪进行糖一升 确保人们不至于因为清断食而低血糖 这样一个刻意的空腹过程 启动了身体对抗血糖过高的保护机制 降低了总热量 因此不仅对身体代谢异常的人有好处 还对很多减肥者是做比单纯结石更加友好的饮食方法 清断食不需要忌口没有食物种类的限制 也不需要长期挨饿仅仅两天 即使是在刻意空腹的时间里 人们也通常只要适应第一个饥饿期 也就是饥饿素分泌的高峰 接下来身体会对饥饿适应很多 当然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已经处于健康体重范围内且体质偏低 不存在代谢异常的健康人群用来过度减肥 因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在更多人群中进行大量实验 关于清断食期间 肠胃本身的反应 还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因此不排除一部分人在尝试清断食的时候会产生肠胃不适的反应 在清断食被发现也具有对抗血糖和其他负面代谢指标的作用之前 很多实验证据都指向节制饮食中的热量很可能与延年益寿相关 也就是中国古代智慧中的饮食有节 而在清断食被发现有类似的作用后 人们便开始把目光从热量限制转到降低血糖上 因为在清断食过程中 总热量的减少并不是主要因素 而且对食物的种类也没有严格限制 但是这种模式对代谢和体重的改善竟然比更严格的热量限制要明显 这就表明进食期间血糖的降低可能激发了身体的能量保守机制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过程 实际上也达成了和限制热量一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因此我们不由地想到单纯的戒糖和减少快消化碳水化合物摄入是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而且这种单纯减少快消化碳水化合物的方法中饥饿甚至不是必须的过程 那就更能为大众所接受了 虽然戒糖本身并不意味着降低总热量 但是往往会小幅度减少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的血糖会因为减少摄入这类快消化碳水化合物而长期趋于稳定 这也使能量输入趋于更加保守的状态 想象一下 烧烤的时候分别用酒精和用木炭当燃料烤肉 大量的快消化碳水化合物包括油梨糖就像用酒精烤肉 燃烧时火又快又猛而且成本高 明火还很容易烧焦食物 属于非常不适合长时间烧烤的燃料 我们的身体只有在能量非常充足的时候 比如连吃三碗米饭才会使用这个模式 同时体内也会大量发生氧化反应 这时候氧化反应必须的产物自由基也会来作祟 这与我们的衰老息息相关 所以有时候过度的功能和耗能并不利于养生 相反 当身体处于相对保守的节能模式时 一部分慢消化碳水化合物在缓缓补充血糖 脂肪也在有序地转化成葡萄糖用于功能 就像用木炭烧烤一样 基本看不到什么明火却能烤熟所有的食物 我们喜欢细水长流的烧烤模式 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温和而可持续的养生模式 借用烧烤燃料的比喻 我们了解到 游离糖和快消化碳水化合物在体内引发熊熊烈火 看上去只是能量消耗快一点 但是在燃烧葡萄糖时 身体也在发生着剧烈的氧化呼吸反应 同时也在不可避免的产生自由基 少量自由基是正常的氧化呼吸的一部分 也是身体需要的一种机制 然而长期过度氧化产生的自由基则像枪林弹与攻击细胞的各部分 从而促使我们过早老化和失去活力 二型糖尿病病人可能更适合少食多餐 不少实验证明 氢断食能帮助人们减少进食的总热量 且有利于改善代谢指标 包括胰岛素抵抗 但是对于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来说 这样的氢断食并不一定能帮助他们控制血糖 毕竟这类人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病理状态 而且其中很多病人的胰岛素分泌都开始出现问题 所以他们的身体对改变饮食习惯的适应力非常低 对餐后血糖的控制力也呈现受限的状态 通过饮食对餐后血糖水平进行严格调控 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时候他们就不一定适合像健康人一样 用氢断食这种长时间进食的方式去挑战身体 他们的胰岛素抵抗已经到了不可逆的阶段 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进食就恢复如初 尤其是进食后 突然摄入热量也会挑战已经受损的内分泌系统 所以二型糖尿病病人通常乖乖将限制热量和减少每餐的血糖负荷 当成头等大事 先定总量然后少食多餐 或者在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其他方式的饮食干预 同时也有实验数据显示 在总热量和膳食内容固定的情况下 每天6吨小餐的那组病人的餐后血糖波动 明显比一日三餐的病人要小很多 这非常容易理解 毕竟同样多的东西分成更多次吃下去 自然每次对身体的影响更小一些 这对血糖代谢已经受损的糖尿病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控糖措施 但最大难点是控制总量 少食多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它意味着虽然能吃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能吃饱 这也是糖尿病病人膳食依从性不高的一个原因 所以糖尿病病人可以采用下一张推荐的567宝复法 即使少食多餐也能尽可能吃得平衡而且舒适 不至于一顿饭吃了三顿的米饭和肉 而另外三顿只能吃青菜硬扛了 而糖耐量并没有受损的健康人 就不必刻意少食多餐了 毕竟少食多餐这个生活习惯 很难被大部分需要正常工作和学习的人采纳 并且也不利于我们控制总体的膳食 想象一下 如果一天中每顿饭都存在吃得过多的风险 那么是三顿饭超量的风险低 还是六顿的风险低呢 显而易见的是 很多人执行起来 往往就变成了多食多餐 最后相当于硬生生多了三顿饭的量 适得其反 更深层的原因是 没有发生胰岛素抵抗的人 只要适当延长两餐之间的时间 及清断食 实际上就给代谢系统提供了更好的修复机会 反而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因此健康人群还是好好吃一日三餐最实在 抗糖饮食本身有助于对抗饥饿感 虽说清断食是一种对抗血糖的保护机制 但是逃不过的饥饿期 依然是执行这种饮食方式的拦路虎 那么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在清断食期间缓解饥饿感 同时还不打破断食日的热量限制呢 那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 通过提高饱腹感延长消化时间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此之前我提到饱腹感与食物的成分血糖 胰岛素的分泌都息息相关 比如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会带来更多的饱腹感 而富含脂肪和快消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则只有较低的饱腹感 同时快消化碳水化合物还会影响餐后血糖水平的波动 从而导致更多的胰岛素分泌 既然让血糖又很快降下来 然后给大脑我又该吃东西的信号 所以再一顿快消化碳水化合物大餐后 即使我们当时觉得已经吃饱了 很可能在两小时后又一阵饥饿袭来 通过清断食改善胰岛素抵抗 是需要以减少快消化碳水化合物的方法为辅助来提高饱腹感的 在断食日尤为重要 假设断食日只能吃500至600千卡 这么少的热量 把这些热量的大部分给快消化碳水化合物 可想而知饮食质量多么堪忧 同时我们也会遭受难以忍受的饥饿 十分不利于个人体验和清断食的效果